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人饮料四之一的陈幽安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次就过的心得 首先要选择一家对的补习班 选择麒麟就是因为它的书比较薄 加上书比较容易看得完 而且又是学姐的大力推荐 后来试听过一次之后呢 就选择补麒麟了 因为它的有机比较扎实 而且这样可以延伸到药化 后来我选择在高雄补DVD 是因为说我的笔记抄得比较慢 而且加上有些观念需要听比较多次才能看得懂 所以呢我就选择在高雄补DVD了 当然也有线上班 还有台南的念兽班 如果需要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接下来就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老师各科的教法吧 首先是药理跟药化 在学校呢 药理药化是我最讨厌的科目 因为它书厚 内容多又杂 但是呢在老师的指导下 后来变成了药理药化不分家 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我大幅的占力 接下来是药分 药分的话 老师会让你知道它的原理 让你不再看着题目乱拆 生药 生药的部分老师会利用拉丁文教你怎么看 而且加上这次生药 它的题目其实已经不再像是以前的考古了 特别是中药部分 更是一个大改版 接下来是药剂跟生物药剂 其实这两颗是连贯的 因为毕竟要把药吃下去之后 才能看到体内浓度的变化 而且老师会告诉你重点在哪里 还有图怎么看 因为在生物药剂中 图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你理解 而且题目也会用得到 除了这些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药理药化了 因为我在考长上看过一个人 他的药或理药化差不多也才48分而已 那其他的科目其实他都有过标 所以他就很可惜的 就是因为败在药理药化上面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一次就过了 另外呢首先要先介绍的是先修班 先修班的话你要有必须的有机观念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从他的药名去看出他的结构 这样的话你对药化来讲会非常的好猜 而且加上说老师的教法中 其他的结构是可以对应到他的药理跟副作用的 所以首先呢有机化学要先够好 当然啦这个先修班同学们也可以先试听看看 这样的话就应该理解我的意思了 接下来政课班 政课班的话其实觉得非常扎实 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到时候同学们亲身体验过一次就知道了 最后是天使班 如果你觉得说在政课班中 你没有办法自己统合的话 那就强烈建议参加你的天使班 因为在天使班中 他会让你练习到速度 准度 还有那种考试的压迫感 因为在正式考试中呢 你会显得非常紧张 特别是像我 因为我自尊性比较低一点 而且我非常容易紧张 但是呢在天使班之后 我的那个领藏感就会比较好一点 让我变得比较不紧张 虽然到时候也是会很紧张啦 最后呢 再次感谢老师 让我这样一个资质平庸 在校成绩甚至是低下的人 让我一次就考过 谢谢 volunteers 继续